我国去年的商业罪案上升近一半 一共有8300多起 其中涉及网购骗局 信贷换取性爱骗局 以及网络爱情骗子的罪案 激增近一倍 达到3700多起 这使去年的总犯罪率上升了4%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警方公布去年的罪案报告显示 本地犯罪率依然维持在低水平 但以网购骗局 信贷换取性爱 以及网络爱情骗局为主的商业罪案 有所增加 不少涉及外国犯罪集团 其中诱骗受害人购买理讯卡 或购物卡的信贷换取性爱诈骗案 更是飙升超过17倍 从前年的66起 激增到去年的1203起 被骗总额约290万元 受害者多数是男性 主要以女性为目标的网络爱情骗局 则从前年的198起 增加近一倍达去年的383起 被骗总额高达1200万元 另外网购骗局则从前年的1665起 增加到去年的2173起 被骗总额约176万元 我在网上看到这一个市场 这一个手机卖大概600元 原价是800元 就叫我转钱给他 可能一个小时后 他就发多一个信息给我 他就说他的倡物有一些问题 我如果要给那个手机运过来的话 我必须再买多一架 我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品质 不过其他类型的罪案都下滑 其中非法放贷骚扰案创10年来最低 抢劫案、破门刑窃案 以及汽车盗窃案也创20年来新低 警方表示网络罪案之所以越来越普及 也是因为国人长期享有良好的治安 以致忽略了在虚拟世界中 还可能面对其他跨国分子的不良企图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 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